Destina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 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 我是主持人卓马 本期的主要新闻有 达莱喇嘛尊者致函祝贺皮德·帕威尔 当选为捷克总统 藏人行政中央为达莱喇嘛尊者举办长寿法会 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第5次会议开幕 欧洲墨西哥和立陶宛议会代表团 参加西藏自由抗暴日纪念活动 世界各地的藏人和支持者 纪念西藏自由抗暴日64周年 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会议上 打断西藏代表的发言 意大利议会成立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 副议长庄麻刺人女士 为西藏简报2020意大利语版节目 澳大利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 在西藏自由抗暴日发表声明 台湾各界纪念西藏妇女抗暴64周年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西藏精神领袖达莱末尊哲 于本周一3月13号 智涵·匹德·帕维尔先生 祝贺他当选为捷克共和国新一任总统 尊者在贺涵中回忆了1990年3月 在前总统瓦斯拉夫·哈维尔的领导下 捷克共产主义瓦解后 多次访问捷克共和国的美好回忆 并祝愿新总统在实现捷克人民的愿景和 大乘法院为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莱末尊者 举办了长寿法会 藏传佛教各教派的高僧大德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编八次人为首的 各部门部长和全体公务员 西藏人民议会议长 堪波索南丹培为首的 西藏三区各地区和各教派的议员 以及达兰萨拉森苏民众等 出席了长寿法会 达兰两个尊者在法会上发表讲话时 强调他目前身体非常健康 并将会在住世数十年 继续努力弘扬佛法 护持藏传佛教与西藏的文化 以及实现西藏人民的集体愿望而努力 与此同时 第十七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五次会议 于本周三 三月十五号下午 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开幕 为期十天的会议 由议长堪波索南丹培主持 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在致开幕此时 强调了每一个藏人都要尽心尽力地履行 达兰喇嘛尊者教导的重要性 同时呼吁世界各地的藏人保持团结与和谐 议长还对今年来支持西藏的人数在不断地增加和加强表示肯定 并介绍墨西哥议会和西班牙参议院成立的支持西藏小组 以及美国国会两党提出的两院制西藏法案 加拿大下议院认可中间道路政策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连续通过的 有关西藏的决议等情况 另外来自欧洲 墨西哥立陶宛议会代表团 其各国支持西藏人士等30多名政要 于上周五3月10号 在达兰萨拉参加了 由藏人行政中央举办的 西藏自由抗暴日64周年今年活动 表达了他们对西藏人民的支持和声援 首席嘉宾欧洲议会议员 米库拉史·佩克萨先生 在发表讲话时 表达了欧盟对中国政府的强烈谴责 批评中国的压迫性政策 包括侵犯藏人权利和大规模采集 基因样本的行为 以及通过强制性的殖民式寄宿制度 将藏人儿童强行同化的行为 他强调欧盟将会认真对待 当前西藏境内的紧迫问题 特邀嘉宾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主席 达蒙·威尔逊先生 则赞仰了西藏人民 令人鼓舞的勇气和坚不可翠的精神 同时表达了他对西藏人民争取自由 正义和民主斗争的深远和支持 特邀嘉宾立陶宛议员 阿鲁纳斯·瓦林斯卡斯先生在致辞时 分享了他在苏联占领下的成长经历 以及立陶宛人民在动荡时期学到的集体教训 他把他们的坚持和任性归功于 达莱喇嘛尊者对立陶宛争取自由的斗争 所表达的慈悲和真诚的支持 墨西哥议会议员萨尔瓦多·卡罗卡布里先生 则赞仰了西藏人民反对中共极权政府的任性和承诺 他鼓励西藏人民坚定地继续追求自由、正义和非暴力 当天下午来访的各国议会代表团出席了 在外交与新闻部举办的联合新闻发布会 表达了他们对解决藏中冲突的深远和支持 以及他们对中国在西藏境内实施的压制性政策方面的担忧 来访代表团成员还在当天上午觐见了达赖喇嘛尊者 尊者向他们强调了促进人类团结的重要性 并重申了他对民主与自由的信念 此外世界各地的藏人和支持西藏团体 也在西藏自由抗暴64周年纪念日当天 举办各种活动 纪念64年前抗暴运动中牺牲的西藏烈士 并对西藏境内的藏人同胞表达了深远 在比利时数百名藏人和支持者 聚集在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大楼前 抗议中共对西藏的非法占领和数十年的暴行 在法国750多名藏人和支持者 从巴黎自由广场开始 前往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前展开和平游行活动 根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的指示 驻巴黎联络处向法国境内的671个城镇 发送了西藏国旗 呼吁他们在3月10号升起国旗 当天大部分的法国城市升起了西藏国旗 在日本东京 在日本藏人协会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 日本分会等的组织下 约100多名流亡日本的藏人和维吾尔 中国、南蒙古和日本的支持者 在东京色谷区展开和平游行活动 游行队伍随后在中国驻东京大使馆前 手持西藏国旗和标语牌 并高呼抗议中国的口号 纪念了第64个西藏自由抗暴日 在北美30个不同的藏人协会 在西藏自由抗暴日64周年当天 向美国各地的议员发出情愿信 呼吁他们支持由美国参众两院 向国会提出的促进解决藏中冲突的法案 与此同时 英国伦敦格林威治市长利奥弗莱切先生 率领该市政要 在3月10号当天在市政厅升起西藏国企 表达了对西藏人民的深远和支持 此外 印度东北部阿萨姆帮的支持西藏组织 与当天在该帮首府古阿哈蒂新闻俱乐部 发布了一本名为 《自由西藏来自阿萨姆的声音书籍》 纪念西藏自由抗暴日64周年 多名作家、记者、社会工作者、艺术家和媒体人士 以及数百名支持西藏人士出席了新书发布会 另外在印度首都新德里 在印藏协调组织的全国总书记索迪亚·辛格女士的带领下 该组织妇女部的成员在新德里藏人社区 参加了西藏自由抗暴第64周年纪念日活动 而印藏合作论坛的负责人潘卡杰·格伊尔先生和该论坛的成员 于3月10日在新德里参加了由西藏青年大会德里分会组织的纪念活动 印藏友好协会的高级成员西亚姆·甘比尔也出席活动表达支持 当天印度古基拉特邦、比哈尔邦、凯加德邦、拉加斯坦邦、马哈拉·施特拉邦、 班加罗尔、麦索尔和阿伦纳切尔邦等地的支持西藏组织 也隆重纪念了西藏自由抗暴日 另外,藏人请站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赤裂去吉女士 于本周三3月15日在正在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2届会议上 代表受威胁民族协会发言时多次被中国代表团打断 代表赤裂去吉女士在与文化权力特别报告员的互动对话中 感谢特别报告员向人权理事会提交有关移民及文化权力的报告 并提请报告员注意西藏游牧民的情况 中国代表团立即提出了程序问题并打断发言 中国代表团称该发言者是参与反华活动的分裂分子 并表示允许他从事分裂活动 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先章的程序和原则 并要求安理会副主席制止赤裂去吉女士的发言 出席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呼吁副主席允许西藏代表发言 副主席在适当考虑了联合国的程序和原则后 允许代表致烈去吉女士继续发言 代表要求特别报告员向中国政府提出明确的指导方针和建议 保护西藏人民的文化权利 特别是保护那些被强行迁离起传统土地的西藏游牧民 与此同时在正在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2届会议期间 受威胁民族协会 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 于本周一3月13号联合在联合国组织的一次会外活动 强调了藏人和维吾尔面临的人权侵犯问题 驻日内瓦代表赤裂聚集女士和国际深远西藏运动 德国分会的执行主任凯穆勒在发言时 敦促联合国相关机构和成员国追究中国的责任 特别是确保中国政府执行联合国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结论性意见 另外意大利议会各党派于上周四3月9号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 宣布成立意大利议会支持7党小组 并宣布于3月10号参加在罗马举行的欧洲支持西藏抗议游行活动 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周马次仁女士 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代表赤裂聚集女士 西藏人民议会欧洲区议员突丹加索先生 以及多名意大利议会各党派的议员出席了成立仪式 此外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周马次仁女士 于上周六3月11号在意大利罗马 为荷兰国际法学家迈克范乌尔特教授撰写的 《西藏简报2020意大利语版》进行了节目 在新书发布会结束后 长期支持西藏的知名作家皮耶罗·维尼尔和迈克范乌尔特教授 进行了互动对话 驻日内瓦代表赤裂聚集女士赞养意大利藏人协会 圆满完成了这一重要项目 并希望这本书能使意大利人民 特别是意大利政府对西藏有更好的了解 另外澳大利亚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 于上周五3月10号西藏自由抗暴日64周年 今年活动上发表了一份声明 这份由澳大利亚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联合主席 苏珊·丹普尔曼议员 赞尼特·赖斯参议员和迪安·斯密斯参议员签署的联合声明 呼应了联合国少数民族文化权力和宗教自由问题 特别报告员的声明 他们在声明中提醒民主国家注意近百万西藏儿童与家庭分离 并在殖民式寄宿学校中强行接受汉化教育的问题 请继续关注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 在世界各国的藏人于上周日3月12号纪念西藏妇女抗暴日64周年之际 台湾扬明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博士后 壮骂次人与台湾破土杂志社联合举办了敏感的三月西藏抵抗运动的60年为提的讨论活动 主办方邀请印度加尔戈达大学的助理教授景美伊西喇嘛 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拉加日郎杰周噶女士 和台湾支持西藏人士李鹏轩女士发表演讲 谈到了1959年西藏自由抗暴日和西藏妇女在抵抗运动中的作用等议题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机内外的讯息 请登陆屏幕下方的网址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